乾隆56年 一个在京城城门外加号势众的窃贼在夜里逃跑了 窃贼本身带着家木脚料 而且还有专门的兵丁看守 怎么可能会逃跑呢 乾隆帝得知该案后 觉得事情蹊跷 便要求严查该案 最终发现了窃贼与兵丁相互勾结的事实 那么兵丁为什么要与窃贼相互勾结 这个逃跑的窃贼最终又是否能被捕获呢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明清预批案 兵贼勾结被查处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清乾隆56年 也就是1791年 在京城宣母文外加号的窃贼张三 居然趁黑夜脱去了脚料 穆家潜逃了 在京城之内 一个由满洲兵丁看守的夹号贼法 竟然能够潜逃 这在京城可不是小事 因为民间的传闻被满洲王公听到 肯定会告知皇帝 所以那五虎大臣金简不敢怠慢 先将开门的三个满洲兵丁隔夜 然后奏文皇帝试图蒙轰过关 却不想明察秋毫的乾隆帝 研究此事 一面令刑部严审看门的满洲兵丁 一面令内务府必须捕获逃跑的加号贼犯 最终查出贼犯并不是私自脱逃 而是有人帮助 乾隆帝是如何发现内务府大臣浮衍了事的呢 又是如何看出贼犯不是私自潜逃的呢 查出帮助贼犯脱逃之人以后 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却从案情经过说起 北京城乃是武方杂处的热闹繁华之地 清初将所有的汉人驱出出京城 德圣门 西志门 府城门 宣武门 前门 崇文门 朝阳门 东志门 安定门 乃是九门 门之内居住的都是满洲人 汉人只能居住在九门之外 九门把守归九门提督负责 而九门之内的安全则由内务府负责 有人居住就要生活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不能够少 还要穿衣用计都要有人供应 因此九门之内除了挂门旗下开设的一些店铺之外 小商小贩也经查穿街走向的贩卖后 那时候实行门禁制度 鸡鸣三变开城门 太阳落山关城门 九门看守者都是满洲兵丁 他们除了朝廷发放的钱粮之外 能够得到的生活补贴也就是虚索出入城门的人们 除此之外 在京城犯罪的人往往要发往各城门家号 也由兵丁看守 勒索家号人犯也是兵丁门重要的经济来源 却说直立宝定府徐水县有个名叫张三的人 全家在栽荒的时候逃荒到京城 染上了十亿都死了 只剩下张三一人 潜住在菜市口一带的贫贫库 靠给别人打短工度日 那时候四方逃荒到京师谋生的人很多 想打短工也不容易 无以为生的张三就干起小偷小摸的勾搭 那时候当小偷也有组织 小偷除了要给贼头上缴部分所得之外 还要给负责治安的兵丁翻译等上缴力 若是单独偷窃而隐藏偷窃物品的话 被发现以后 贼头会将小偷的手指剁掉一个 兵丁翻译会用私刑收拾一番 弄不好会送到衙民治罪 按照大清律律规定 窃贼初犯于左臂赤字 再犯于右臂赤字 三犯于脸上赤字 三犯以后判处张留之刑 而盗窃当达一百二十两以上 就要被判于绞刑了 在九门城外盗窃不容易 那是贼头与兵马斯翻译的地盘 若是没有他们的许可 想当小偷也不行 九门之外不能干小偷的够大 张三便想到了九门之内 这里居住的都是满州人 负责治安的是内务府的翻译 开手城门的是满州的兵丁 张三之所以出入京城无忌 就是因为交纳足够的力 因此与内务府的翻译及看守宣武门的小同志们混得很熟 万一出事 他们还能够帮助他打圆场 宣武门的门军得成 得福与张三是结拜兄弟 而尖门甲和特亨额 也乐得从张三那里得到钱财 因此允许张三在宣武门内外行窃讹诈 张三在京城无以为生 便干起了讹诈行窃的勾当 为了能够顺利的讹诈行窃 张三贿赂了守城门的兵丁 有了兵丁做靠山 张三行窃也就肆无忌惮 可正当他屡屡得守的时候 一次碰瓷讹诈 却使他被关进了大牢 这是怎么回事 得知张三被关进大牢后 与他相勾结的兵丁又会怎么做呢 法律讲堂文师版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明清玉批案 兵贼勾结被查处 宣武文脉的刘立场是个热闹场所 京城的古玩书记都在这里交易 来往的达官过瘾人很多 有一天 一位王爷身穿便服 想到刘立场去看看古玩 刚刚走的宣武门 张三 张三 左手夹了两皮紧断 右手拿着一个紫檀匣子 撞了王爷一下 紫檀匣子掉在地上 王爷不好表明身份 别人身寒 对不起 低头拾起了紫檀匣子 还给了张三 张三 打开匣子 往里一看 里面有一只雪白的玉碗 已经碎成了两瓣 于是扭着王爷说 这只一碗价值二百余两银子 乃是我家的传家宝 因为母亲病了 想拿到刘立场去换些钱救命 如今被你打碎了 我母亲如何治病呢 宣武门是热闹所在 很快的就围上了几百人看热闹 在张三与王爷争论不休 为官之人七嘴八舌论说之际 尖门甲和特亨额 带着几个门军赶来 将众人驱赶走 把王爷与张三带到了门房 张三只是哭泣 说母亲这次肯定难以活了 定要王爷赔偿 王爷多说不是我撞的他 而是他撞的我 为什么要我赔偿呢 和特亨额则两面调节 要张三让一些王爷也出些钱 毕竟是救命的东西 王爷见说不过他 只好把随身携带散顺银子拿出 也就是三两多银子 算是倒霉 就这些银子作为补偿吧 张三哪里同意 和特亨额也嫌少 便劝王爷把这个玉碗收下 给他一百五十两银 算是买个残品 王爷见他们一唱一歌 心里的知道 他们肯定串通一起来讹诈 便很爽快的答应了 要张三与自己 一起到家里去起 张三哪里知道 这位乃是王爷 以为是讹诈成功 便随着王爷去起 刚到王爷府门前 王爷高声喊拿贼 十一个王府家丁出来 便将张三拿下 王爷并家丁 把张三送到兵马斯问罪 说他碰瓷讹诈 王爷送来的问罪之人 兵马斯岂敢不认真办理 一顿板子打出实行 那个玉碗原本就是两半的 就是用来讹诈人的 按照诈欺官司取财条规定 凡用计诈尾欺瞒官司 以取财物者 并计诈欺之赃 准怯道论免赐 若是王爷 已经按照 何特亨额调解的 一百五十两给付了 七赃 也就达一百二十两以上 就应该判处 绞尖后 只是银两 没有给付 所以从轻发落 将张三 账则四十 在范氏地点 夹号三个月 张三在宣武门一带 行窃讹诈 屡屡得手 没有想到这次碰了个王爷 算是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节 好在贾号地点是在宣武门 门君得成得福 又是自己的结伴兄弟 也会看顾一些 贾号就是在城门口 接受往来之人参观 若是三个月 城里城外的人 大多数都会认识的 张三 想在这一带行窃讹诈 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想想 这几年在京城行窃讹诈 所得也不算少了 既然京城难以为生 不如回徐水老家 置办些 填地产 娶个老婆 安心度日 问题是如何脱身 那个时候的贾号 要身在二十五斤的穆家 每天在贾号的地点 任凭过往行人辱骂退气 官府还不管饮食 需要家属送饭 张三如今孤身一人 虽然也结识了一些狐朋狗友 但到他遇难之时 又有谁来照看他呢 门君得省得福 虽然是结拜兄弟 但自己被贾号纳理 不能够给他们交纳利钱 又怎么肯每天花钱供他伙食呢 自己要是出钱 请他们替自己买饭 三个月下来 自己行窃讹诈的钱财 恐怕要为之一空 想来想去 张三还是觉得 早些逃回徐水乃是上策 于是 对德成德福家 兄弟 我如今在宣武门被夹号 看来不能够在这里谋生了 我想回老家 望二位关照一下 德成说 一是夹号罪犯 要我们关照 我们也不能够给你 解开穆家脚料 那是犯法的事情 如果是照顾你的饮食 我们是穷门军 伙食前也出不起 你只好求助你的亲朋好友了 张三说 我现在就是孤身一人 在京城根本就没有亲朋好友 只有你们两个过命的兄弟 你们若是照看我 兄弟也不会亏待你们 德福说 我们兄弟照看你 这是兄弟的侵犯 但如今你是罪犯 我们是看守罪犯的 若是照顾你 让别的看门兄弟看上了 禀报上司 会把我们隔一的 饭碗就会丢掉 看来你还是要找别人 给你送饭 我们兄弟只能够放松看管而已 要我们兄弟给你买饭 恐怕不妥 张三说 我哪里敢让你们兄弟买饭呢 就是有劳你们到门外的 小饭馆去订饭 钱有我出 也不会少你们的辛苦钱 只是这脚料扣得太紧 有劳二位 有劳二位替我松一下 要不然脚踝磨坏了 将来走路都不能够走了 德福说 你能够出多少利钱呢 要知道 这看宣武门呢 有二十多个人 除了人人有份 头头还要加倍 我看 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说吧 转身离去 张三见德成还在 边对着说 德成兄弟 你若是愿意照看我 小弟愿意出八千文 若是能够松动脚料穆家 再加两千文 这十千文 是我全部的家当 见张三答应给钱 德成不由的心动 便说 张三兄弟 这话说的就显得身份了 别说是你给钱了 就是没钱 哥哥 我也不能够看着兄弟饿死呀 常言道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哥哥我也有难处 还望兄弟谅解 只是这十千文钱 哥哥我也不能够独吞 还要上下打点 看着在结拜兄弟的面上 我就替你打点 哥哥我算是白忙活了 谁让咱们是兄弟呢 德成的闲外之音 就是闲钱少 张三如何不知道 所以说 我哪能够让哥哥白忙活呢 若是哥哥替我打点好了 我再送两千文 答谢如何 德成说 兄弟这样说就见外了 为兄弟的帮忙 义不容辞 此起希望 这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德成 得到了张三的许诺 便与德福 及尖门甲 和特亨额商量 答应 他们各自得三千文 自己读吞了六千文 便把 角料 穆家的钥匙 交给张三 让他晚上 无人的时候 自己解脱 角料穆家 以便休息 有了德成等人的观照 张三 少受了不少罪 但他也不想等到 甲号提满 这一天 乃是 尖门甲 和他亨额 与德成 德福兄弟职业班 并没有锁上 监房 张三 便脱去了 角料穆家 趁着月黑风高夜 爬上城墙 借住一根绳索 翻出城来 回家收拾东西 在佛小的时候 趁广安门 刚刚开启 离开京城 往家乡 徐水逃去 张三 在宣武门附近 讹诈盗窃 屡屡得手 可没想到 这次讹诈 却碰到了一个王爷 使得事情败露 自己也因此 被判 家号 示众三个月 而他并不想 将刑期扶满 于是 他打点好 得逞等人后 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逃走了 那么案件上报给 乾隆帝后 乾隆帝会做出 怎样的批示 已经逃出京城的张三 最终又能否被捕捕 最终又能否被捕获 法律讲堂文师版 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明清玉批案 兵贼勾解 被查复 被查复 四日鸡叫 得福来开城门 顺便到监房 喊张三到城门 家号 却发现张三不见了 急忙禀报 监门甲 何特亨额 富有看管 夹号人万之责的 监门甲 何特亨额 情之不妙 急忙上报 消息很快传到 内府大臣金简那里 金简怕御使们得知 而弹劾自己 马上将此事奏报皇帝 认为自己 已经将监门甲 何特亨额等 隔夜 足可以交差了 却没有想到 乾隆帝 把何特亨额等三人交 刑部审讯 还要急捕张三 这就成为了轻案 如果不能够将张三抓获 想必 这个内务府大臣之位难保 于是 延斥内务府的官兵 务必捕获张三到岸 内务府大臣亲自独阵 内务府上下都不敢怠慢 当即发文周边各府县协助击捕 乾隆帝亲自下旨 内务府大臣临阵都办 恶府周县及内务府官兵都很卖力 很快就在卓州鲁坡村附近将张三抓获 押解道经 交刑部审讯 张三自知难以隐瞒 便同时招供 蒋自己给了德成十二千文钱 德成把脚料穆家的钥匙交给他 所以能在五经十分脱逃 却没有想到刚刚逃到卓州 就被内务府的翻译捕获 事实清楚 就可以进行逆罪了 乾隆帝认为 浊江德成永远夹号于各城门轮流示众 必得共之警卫 也就是说德成与张三一起 要永远被夹号 并且在京城各个城门轮流示众 本来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结拜兄弟 如今成为了难兄难弟 生待甲锁一直到死 此案张三被捕获之后 承认自己解脱脚料穆家脱逃案例 也只不过是加号一年 如今他招任行贿得托 也就把德成拉下水了 幸亏德成 仅承认自己受贿 没有牵连别人 所以仅仅是他与张三一起永远加号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在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乾隆32年 广西省发生了一起 宋师当堂刺杀支县的案件 在清代 宋师是一个非法的职业 而该案中的宋师 为何敢当堂刺杀支县呢 乾隆帝得知该案后会做出怎样的批示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南开大学百画教授 下期为您讲述 宋师刺杀 献太爷 投资 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